45%的位置 因为这样比较好记 有时候同学从上到下看完之后还是找不到 你就大概记大概45%左右 一半再上去左右 45%的地方 然后呢记得往这个地方看一下 会有一个叫什么 Active Scripting 那其实它不叫 其实Active Scripting 里面包含就是两种Scripting 一个是Java Script 就是控制 另外一种就是那个微软自己本身叫VB Script 不过VB Script现在应该没有在用 那主要控制的部分就在这里 它预设值一定是启用的 启用对不对 请你把它做一个动作了 就怎么样呢 停用掉就好了 就很简单 把它停用掉 停用掉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按确定 他会问你说是不是要变更此区域的设定 按是就好了 是之后呢再按确定一下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呢 你改了IE浏览器的设定 就等于是改了Excel里面的 汇入的那个网页 那因为呢 Excel它是把IE的那个功能呢 就是拿进来用 所以呢 我刚刚已经关闭之后的话 我们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再试一次 然后我要的这个网页 一样再把它贴上去 一样再倒一下 然后也是会出现我要的资料 对不对 那我要的资料呢 我可以把它再打勾一下 刚刚是无法贿赂的 现在可不可以贿赂 按一个贿赂 确定 好 各位看一下 他也是正在截取 可是就被截取进来 好 所以你看 他只是把它关闭之后 就可以贿赂了 所以其实很多网路上面 像很多什么 常常听同学讲 什么政旗会 什么 还有很多 很多网站 反正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要建招拆招 他一定可以避免你 贿赂资料 那当然 你也可以有一些方法 可以把它破解掉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像我之前有一个同学 就是这样 他自己对股票很有研究 他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自己写了一个VBA 每天就是自动去抓 这个网路上面的股市资料 自己做分析 然后他自己也写了一个VBA 每天就是做 自己做分析 那这个也是还蛮有帮助的 那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先把这个资料 先贿赂进来一下 那贿赂之后的话 等一下我们其实 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但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讯息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当贿赂之后 他有个缺点 就是他格式没有挥入进来 所以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这个颜色跟 往上跟往下的颜色呢 希望把它做个变更 比如说网页上面颜色 本来是向下是绿色的 向上是红色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也希望呢 可以把它利用VBA 去把它再加上去的话 向下是绿色 向上是红色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各位先试试看 这地方工具网机网络选项 安全性 里面的话呢 制定层级一下 大概45%的地方 就有个 这个停用跟启用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